电视剧《山海情》正在热播当中 虽然一直都不见这部剧的营销方式 但却靠着口口相传的好评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目前《山海情》的豆瓣评分竟然达到了9.3分 已经有超过3万人评价这部剧了 而且这部剧还在5个地方台同时间段播出 5个台的收视关注度加在一起突破了1.8% 在同期再播电视剧当中市场占比在7.6% 这样的市场份额已经属于爆款剧的行列当中了 原本这部主旋律的扶贫题材并不被观众看好 很多观众都害怕这部剧又是农村大喜的基本配置 缺乏心意跟趣味 但是没想到这部剧播出之后竟然出圈了 观众们不仅喜欢这部剧的剧情 还喜欢剧中朴实善良的角色 其实如今回想这部剧的火爆还是有迹可循呢 之所以这部剧会有如此高的热度 还是都因为庄台收官时的热度跟口碑 而且庄台里面的演员张嘉义严妮还有游泳志 以及蒋冠南等人也都出演了《山海情》这部剧 从而也给观众们一个情怀的延续 张嘉义在这部剧里饰演的是代理村主任 不再是点头哈腰的张嘉义了 瞬间气场全开 对着儿子是又打又骂脾气暴躁 一开口就爆出很多的金句 也为这部剧增添了非常多的笑点 另外除了几位老戏骨之外 年轻演员的表现也让人很是意外 首先就是灰头土脸的黄轩 因为黄轩在这部剧里饰演的角色 是带动村里的村民建设家乡的主力 所以必须要承担起很多的重头戏 黄轩扔掉了明星的光环 感觉走路的身上都带着灰 而热衣扎饰演的李水华 也是差点没让观众认出来 身为抑郁美女的热衣扎 在这部剧里都土料扎了 举止怯懦而且自卑 不得不说 热衣扎将一个三沟里的农村妇女 演绎得太逼真了 而且黄轩跟热衣扎的对手戏 完全可以用教科书级别来形容 曾经轻为竹马 两小无猜的两人 再次遇到后已经物是人非 两人四目相对的眼神里 充满了悸动 痛苦 不舍以及无奈 虽然这段的台词并不多 但每一针却都扎人心 简直是无情地收割了 所有观众的眼泪 有这样的老戏骨坐镇 还有表现出乎意料的青年演员加入 看来这部剧像不火都难呀 而且除了有这些主演的加入 后续加入的每一个角色 都让人惊喜 比如说郭京飞 姚晨 还有王莎莎 其中最让人惊喜的 就是王莎莎了 不少观众都直呼 这不是默小辈吗 而且默小辈在这部剧里 竟然饰演的是抱着孩子的妇女 如此巨大的改变 也让人意外 但也让人佩服 王莎莎真的是一位好演员呢 对于观众来说 这样的好剧 不仅满足了观众的要求 也提高了整个国产剧的水准 给国产剧再次挣回了颜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